你怎么老叮得我 还不是我 等一下 成不气人 成不气人 我那个啥 投屏 你说话呀 你在哪呢 干嘛 这不是有点黑 我在那个直播呢 花儿与少年直播 然后我现在把你投屏了 给你投到 打鼻 哎呀 那我再给你拔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等一下 我这个屋里有点黑 你还行 你现在挺漂亮的 你现在还挺漂亮的 你戴个帽子吧 开个灯 开个灯 开个帽子 嗯 完了 然后气好快 行 你现在可以 这个光挺好挺美的 我现在没有把你投到屏上呢 你都不知道这个电话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我刚经历了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我刚发了一圈的消息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没人理你是吧 对 来吧 我给你投了 你们现在在干嘛呀 我们现在在直播 霍南卫视直播 然后呢 我先给你投上去 你现在漂亮了呢 我给你投了 投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别害羞 我跟你说现在所有人 一屋子的人都看到你在这大电视机上呢 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大家好 哈哈哈 不只是一屋子 现在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也是可以跟他们 对 这是京城 然后是我们的大姐 二姐 三姐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小妹 四姐 四姐 我第一个就说了 小妹 然后 大哥 二哥 小弟 对 然后我们现在都在这呢 然后今天就是他们想让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是导游 你觉得会是我吗 要思考到这个程度吗 哈哈哈 陈姐 感觉一下要是有 装饱 你吗 嗯 你们团里实在是 我以为你挂了 我们团里人挺多的 咋了 对啊 那怎么会让你当导游呢 我为啥当不了导游呢 感觉你好像 不太行吧 我们两个一起去旅过游啊 哈哈 我怎么了 啥也不管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钱都不换 不是啊 我现在直播呢 好多人 中国人民都看着能够有面子 好好好 不不不 我觉得可以就尝试一下 因为可能如果不再花哨当导游以后 你这辈子也没机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有什么想嘱咐我的吧 我嘱咐你的 我觉得就是管好 如果当导游是不是得管钱 肯定得管钱啊 做机关 都得管 千万别把钱弄丢了就行 嗯 好 还有呢 就是丢钱的话 一定 我觉得大家会发脾气 嗯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嗯 要合理安排时间 嗯 得让大家休息好 对不对 嗯 对 不要你自己想咋复杂的 你要问问大家的意见 嗯嗯嗯 真的 因为你们这么多人一起玩 是的 感觉你们这个团队好像能玩得挺开心的 是的 是的 我们今天已经玩得挺开心的 那你们现在在哪啊 在国外吗 哦 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国外 我们今天晚上去国外 今天晚上现在一会儿飞 对 我们一会儿飞 所以现在就在竞猜导游的环节 反正你觉得肯定不是我对吧 我觉得不太可能 行 行 有你这个答案我就放心了 嗯 你其实也自己不想当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让我听你说出来是吗 嗯 行行行 谢谢 那大家我觉得可以让他到锻炼锻炼他吧 嗯 我觉得他其实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平时因为周围的朋友们都太能夹上了 嗯 嗯 显得我什么 好好好一定满足他这个愿望 行 好的那就这样吧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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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毕丑 祝你演唱会一切顺利 拜拜 刚演完 演完了休息一段时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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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熬 不过吧 哦